看看怎麼做輸出 您從上面這邊講 當然第一個動作還是建議先做一個存檔 把它的檔案保存下來 專案檔 那您從這邊輸出 輸出 您可以選擇 我們目前 國際版的話主要是這兩個 這兩個選項 視頻我記得應該是 應該是 簡體版才有 誒 誒 現在也有誒 也有 我們先介紹一下視頻 就是變成視訊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版本 所以呢 你可以用的輸出的大小到這裡 誒這個480P 到底是多大 這樣 也就是DVD的品質 這樣了解嗎 就是說你免費版本可以輸出到這邊 那在網上 比如說你要到這個 這個就是1280 1080 乘以720 1080就是1920 乘以1080 這樣了解吼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簡報 像我以前有 有一陣子用付費的 就是我有需要輸出的視訊 因為要用在某種活動上 那我在上面直接撥 而不是互動的 所以我就需要把它轉成視訊 我就用付費的方案 好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預設就是MP4 當然免費的它會有個浮水印 但是還好 還不算太明顯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就知道 好 這是第一個 視訊的部分 再來我們看 ES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看這個 到雲端的 你下一步之後 當然你這裡有一個標題 對不對 OK 那再來呢你必須要選擇一個 你簡報是哪一類的 不選的不行 你一定要選一個簡報 就是那個一個範圍 就看你是用在哪裡的 比如說我用在 教育的好像沒有 好像 好假設這裡 那麼你往下走 往下走 這邊還有高級選項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 跟搜尋引擎有關係 也就是說 它裡面 這些描述 它是自動抓我們 簡報裡面你打的文字 但是關鍵字是給誰看的 給搜尋引擎看的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希望你的 簡報能夠讓搜尋引擎找到的話 你可以把一些關鍵字放在這邊 再來就是其實我們在看簡報的時候 它不是會有個loading嗎 就那個下載中 有沒有 那些你都可以改 你看我點這個loading 有沒有發現有預載的標題 比如說我現在是什麼 某某簡報正在下載中 請耐心等候一下 那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樣式 還有不同的字 好這邊都可以選擇 那麼 甚至你可以加上自己的logo 好自己的logo也可以 好 假設這些OK的 這是關於你嘛 就看你 好假設這樣都OK的 你就按輸出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你發佈到 他的網站上 然後到他的網站上 等一下呢 我們一起到他的網站去看一下 你可以在網站上去管理你的這些內容 啊對了 剛剛有一個選項 你可以自由選擇 你要不要公開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不適合公開 那你就變成私人了 只是我傳到上面去 比較方便 我要demo的時候給大家看 OK 好 那利用他還在傳的時間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我們這邊 如果您連線到 看 這裡 我的 部落格 我上面有 我的創意簡報區有沒有 你點進去 我的部落格上有一個區塊就專門做這個 那這裡面呢 因為其實我早期比較用Crazy 那後來我大部分這兩年都是以Focus Guide為主 因為相對它的靈活度會比較高 不過其實最近那個什麼 Crazy它也有推出新版本 效果也不錯 可是就是速度 速度的部分 就是比較大的致命章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用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等到這邊 應該差不多的 快好了 那您可以先從這邊連過去 連到我的這個 給您看一下 好 有沒有 一個人是不是都有自己的 你如果有公開的就出現在這邊 就出現在這邊 那如果呢 你有登錄 比如說我這邊登錄一下 如果您登錄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在這邊 就可以來做什麼 你的簡報的管理 比如說你要在上面把它做刪除或複製 這樣您了解嗎 好 或者你要把它下載回來 也可以 有的原子檔不見了 你就把 你放在網站上把它下載下來 它還可以再打開 還可以再打開 所以這個也是它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這邊 你要不要鎖住 要不要鎖住 剛剛那個 已經傳上來了 它已經登登了 應該已經傳好了 因為上面已經看到了 有沒有 只是預覽還沒出來 所以 如果說 你要跟人家分享 你可以像這樣子 它就可以取得一個 網址 那或者是像我在 OneNote裡面 我是把它砍入在裡面 有沒有發現砍入在 我的頁面裡面 這樣也可以 那這一種的話 你要用哪一種 用這個 用這個 這叫 imband 它會給你一個 ifriend的語法 網頁上的ifriend語法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多大 你就把這個語法 把它複製 進去就好了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有沒有清楚 在雲端上 你怎麼做管理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囉